我們這場疫情到底要什麼控制取決三個因素 一個是每日新增的確診數 一個是防疫專責旅館的防健數 還有一個是防疫專責病房數 決定戰略才決定戰術才決定戰鬥 當你戰略搞不定的時候 其實後面的戰術跟戰鬥行為就很難做 中央從來沒有講清楚 它的戰略到底是什麼 你到底是允許每天新增多少案例 你到底要準備多少防疫專責旅館的防健數 你要準備多少專責的病房數 這個你們都不講清楚 所以新北市面對這樣一個關鍵轉捩點 其實我們已經做好準備 所以我們第一個全國先啟動 居家照護的現實 所以雖然新北市現在有百例以上 但是我們有信心 萬一氣氛速度再往上升 我們只要居家照護 做得好 我們相信這樣一個過渡期 跟病毒共存就不會造成醫療量能 為什麼快篩的這個事情對我們幫助很大 是如果我們可以及早地去掌握家庭確診 或者是家庭的這個群聚 裡面有小朋友是在學校裡面就學 那我們可以及早匡列他 我們也可以及早去通知學校來進行 相關的一個應變 那有時候如果是照傳統的那種做法的話 他可能會有時間差 如果確診者數量超過1000人或2000人以上 那麼在家居隔照顧 就變成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那如何協助在家居隔照顧 包括遠距醫療 包括送藥服務等等 那我想這個是各地方政府工作的最大的挑戰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